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 一直很想讲的电影 让子弹飞 虽然这部戏已经上映很久了 但就像一些经典歌曲一样 每次听到某一个旋律 或者某一句台词 都还是会引起周围人 非常多的讨论 其实这部戏 对于江门来说 算是一部有妥协成分的作品 毕竟根据它前一部 还有后几部电影的风格 它的叙述方式 都很具有魔幻主义色彩 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 和拍摄手段 我个人觉得 大概是因为鬼子来了 未尽 导致它七年后 作品风格的突变 其实它一直都在表达一种东西 所谓历史 所谓真相 那由于前两次失败的经历 鬼子来了表达过于直白 太阳升起 过于魔幻 所以就拍了这部 既能让大众接受 又能够畅快地表达自己的爽片 当然这里所说的畅快表达 是指它在影片里藏的细节 也正是这次要解析的内容 整部电影主线非常简单 一帮土匪半道劫持失败 为了弥补损失赚更多的钱 被迫当上现场 不料与当地恶霸发生争执 在损失一名成员后 目标从劫财改为复仇 在交手几个回合 互相伤害以后 最终战胜恶霸扬长而去 开场的歌曲就非常有讲究 这首《送别》是由李淑彤 又名红衣法师 在1915年填词的一首歌 这其实是由一首美国歌改编的 是一位美国作曲家 约翰·庞德·奥特韦 在19世纪创作的歌曲 名叫《梦见家》和母亲 后来流传到了日本 又由犬童求西填词 出了一首歌叫《旅仇》 当时李淑彤于1905年至1910年 东渡日本留学期间 接触到了这首日本版的《梦见家》和母亲 这个时期有大量留日的学生 受日本音乐的影响 二十世纪初期 类似宋别的《学堂乐歌》 在中国各地新式学校音乐课程中 大量传唱 1868年明治维新后 西方拿来主义开始盛行 渗透到各行各业 音乐也不例外 《学堂乐歌》大多运用国外的曲子 填上中文歌词改编而来 作为电影的开场音乐 剧情还没开始就急着送别 一壶啄酒 禁于欢 下一句应该是《今宵别梦寒》 电影里却把它唱成上一段的结尾 《夕阳山外山》 江文导演非常注重电影中台词的分量 如此多人改过的剧本 不可能是粗心而为之 原本想要辞旧迎新 却呈现出个喜极称悲 《山外山》个人理解 可能指的就是 这一行人路上埋伏已久的麻匪 车外的景色和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都由一首歌引出 上一行人 一个妓女 也就是县长夫人 买了官给自己的相好 也就是县长 请了师爷 也就是鳄鱼帮帮主 和一帮随从 铁血十八星陆军 麻县长打开装有护卫队的车厢门 即敢重型步枪 相互交错摆放 一只只浑身身的人 就如同枪的附属品 不用思考没有目标 等待开枪的指令 这种奇怪的枪相当不实用 虽然不知道江岛 为什么选用这种枪 可能是为了体现 国民军须有其表 虚张声势 或许吧 但这种奇怪的枪 在曾经还真的有 而且是真正的中国制造 名叫扛枪 是当时清政府 为鸦片战争打造的武器 需要两个人或以上 才能操作 怎么两个人 扛着嘛 前面 前面一个人扛着 后面一个人 开枪嘛 这样子的 类似于火冲 但是把它做长了 正当马县长 假惺惺 关怀这些下属的空档 画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位汤士爷正在企图 抢稳县长夫人 被拒 还挨了一巴掌 我都没留意 谁留意 毕竟是恶意帮帮助 正当一车人 骑了荣荣 打情骂俏 狼狈为奸 易感标有 9853序列号的步枪 联想骑声 十匹脱缰的大白马 继续向前奔驰 十呢 很多影评和观众理解 就是十月革命 从而引出白马 拉着列车 马列主义 枪响后的马赫斯主义 还在前进 而丢失马动力的这两节 列车 抢前进的惯性 并没有维持多久 就开始加速倒退 我个人理解 易银你不要理解 你不理解 个人易银作为毕业 马克思思想 更新的列宁思想 不禁反退 十匹马可能好理解 但是这个七声枪响 还真的没有找到 很好的解释 没有啊 七月一号是建党节啊 是吗 这倒没有发生过 不过七这个数字 不管在西方文明 还是在东方文明 都不爱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意思是非常多的 有好的有坏的 在西方有什么作用 星期天 一周七天嘛 世界上有七大周 然后中国的话 就是古代人死后 第七天为一计 直到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算完毕 取出亚当是第七根类骨 还有七宗罪嘛 对 还有救人一命 顺到七级糊涂 对吧 七仙女 还有七个小二人 再说回马拉火车 看似荒唐的设定 不过历史上 却有歧视 清朝末期洋物运动 戊戌变法 修建了铁路 起初慈禧太后默许 但后期发觉 自己可能地位不保 于是之后便发生了 废除光绪地的 己害力主事件 遭到各国反对 使慈禧对外国烈强不满 从而仇视洋人 所有的新政因此终止 已经修完的铁路 为了避免浪费呢 马拉车厢这种滑稽的组合 就出现了 其实这只是一种说法 加速后退的火车厢 被箱入铁轨的斧头拦截 直接飞出轨道 掉进水塘 镜头一转 真师爷当场去世 铁血十八星陆军 也都全部阵亡 只存活两人 县长夫人 和冒牌的师爷 在张麻兹一连串 密集盘问公尺下 汤师爷看似回答 师爷的真实身份 所以后面才会出现 这么一幕 起初佩戴在汤师爷胸前的 那两门徽章 已经偷偷移了位置 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在他运送的过程当中 汤师爷一开始 不是坐在最后的吗 为什么要一直看着他的主要原因 就知道他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像他这种经常 头肩耍滑的人 情报能力肯定很强 在盘问的过程中 还有一个小细节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 就是这块倒计时用的表 镜头在来回切换过程中 秒针是顺时针 运动没错 但是分针是不是移动的不快了 更蹊跷的就是这个时针 前一个指针的画面 时针在罗马数字的8的上面 但是后一个指针的画面 时针是在8的中间的 很明显时间倒退了28分钟左右 也有可能是27啊 反正那个地方看不清楚 这个地方属于一个未解之谜 我也没有找到任何资料 7是第一个未解之谜 这是第二个 给你解答了呢 然后一行人骑着马 拉着东西 一路上哄哄哟 终于来到了鹅城 远看鹅城 如同一座孤岛 连一条进城的路都看不见 城前的这一滩水 看似平静 却无法判定深浅 危机四伏 鹅城门外贴着满脸麻子的画像 有些观点 就是说这个麻子 有三个面孔 第一个面孔就是 这幅画像 第二个面孔就是 他戴着头套 九筒 然后第三个面孔就是 他脸本脸 在我个人理解 通缉令只可能是官府所为 那是否就代表着官府的腐败无能 要么就是他 故意而为之 就是为了要糊弄老百姓 还是说通缉令上的这个张麻子 另有其人 后来的剧情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人的 就是一张被后天整容过的脸 脸上全是冻 就像画像一样 张满了麻子 用烟头落的 有可能吧 不知道他有什么方式 而且他确实是在 假扮山贼 拦截烟土 这个人就是黄老爷的人 所以才说 这可能就是黄老爷 自己人在吃自己的货 为了不让上级怀疑呢 就甩锅给了张麻子 表面上是山贼出没嘛 其实那是官商勾结 你如果真的跟张麻子 能打成协议也可以 但是不可能的嘛 这比较明显 因为那也麻烦 成本也高 你有可能要给他更多的钱 但是你自己的手下 不需要这么多钱 说成前来迎接的 除了几大家族的人 站在墙边低着头 并没有普通老百姓 看过电影呢 都应该有注意到 在这座城里 老百姓大量出没的时候 都是不穿衣服 而且都是男性 就光着膀子 然后餐演仪式的鼓手 也一个个就表情猙獰 面色惨白 因为它这是一种日本的装束 屁 人家唐朝就铺那么多粉 但是人家唐朝有画红脸蛋 画得很浓 人家画的那个小嘴唇 是小嘴唇加红脸蛋 但他这个没有红脸蛋 只是惨白的 红脸蛋很重要唐朝 表面上看是迎接新县长 但实则只是 黄老爷的夏娃威的钱菜 当黄四郎的礼貌 从轿子里露出来的时候 欢迎团体180度 转身鞠躬朝向一台轿子 可笑的就是只有一顶帽子 就是要直截了当地告诉你 我都不用出面 都比你这个新县长要有威望 谁才是真正拥有权力的人 一目了然 不过作为来者的张麻子 可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那一车死人 从城外大老远拉到这里 也就派上了用场 几声枪响过后呢 解开了汤师爷起初的疑惑 就是张麻子说的这句话 死人有的时候要比活人有用 他怎么细先知道呢 所以就说明张麻子 也对这个鹅城是有一定了解 鹅城是用他的名号 在做不法的事 没有 汤师爷他说要去鹅城 正好 他就是想要去鹅城 汤师爷说不去鹅城 他也会让他去鹅城 当然这里的死人 也并不是啥好东西 汤师爷一开始就捕过刀了 电影进行到这里 第一部分上任鹅城就已经结束了 作为男主张麻子 有勇有谋 内心深处还有自己秉持的信念 望远镜里他对黄四郎一指 胡谦作为一个下人 都赞赏到 不是二八开能打他走的 为啥要是二八开 就是二八分账的意思 因为他在后面有说嘛 二八分账 三七分账 对吧 等到后面最后的时候 就来了一个五五分账 跟这么多人县长打过交道 张麻子的非常规套路 引起了黄四郎的兴趣 他的自大 不由自主地想跟张麻子耍耍 在这一段张麻子刚进城的戏中 当时看的时候 一直就是关注在快速切换的画面 真假黄四郎 根本就没有听背景音乐 其实他是有这么一段背景音乐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算球歌 在真假黄四郎的对话最后 还被刻意强调了很多遍 毕竟新县长刚进城 就摆了自己道 用算球这个词 发泄一下情绪理所当然 其实想想也挺讽刺的 就是一边是真的黄四郎 一边是假的黄四郎 真黄四郎说一句 假的黄四郎就重复一句 真的黄四郎动手 假的黄四郎也动手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黄四郎 这其中还有黄四郎 对替身说的三句话 走出个狐狐生风 走出个一日千里 走出个网如隔世 我其实也不是很明确 江岛到底想说什么 就是这三句话的意思 我看了一些影评 有的是说这是替身的命运 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纵身一跃 享受荣华富贵 然后后来莫名其妙 就被砍头了 网如隔世 有的说黄四郎 是看到了进城的张马子 会想起自己的经历 有感而发 毕竟黄四郎 曾经也是闹过革命的 在鸿门宴上 二十年前的一面之缘 张马子在明 黄四郎在暗 这是黄四郎自己说的 所以说他看到了他 也可能是想到了以前 特别强调 狐狐生风就指两只老虎 我也是看到别人 有这么说的 或许就是过度解读 不过看在虎年的份上 我就稍微解释一下 两只老虎这首 耳熟能详的儿歌 其实是一首革命歌曲 起初它是一首法国民谣 民国时期被引入中国 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的军歌 后来又分别出了 就是国民版和共产版 最终演变成 耳熟能详的儿歌 普通话版的两只老虎 和粤语版的 打开文章 我就不唱了 其实你仔细听 那个两只老虎歌词 还是有点圣人的 对 没有耳朵 又是没有尾巴 还有的版本 没有头的嘛 对吧 打开文章 打开文章 有只蚊 有只蚊 快点拿八线来 快点拿八线来 撥就它 撥就它 第二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